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大脑使用说明书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七万字 我会用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髓 通过思维导图帮助人们释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想象力和联想力 第一次接触到思维导图的时候 我觉得五颜六色非常的好看 而且也很便捷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工具 思维和图能够联系起来 这一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所以在准备考试 在做每日安排 在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我都会尝试使用思维导图 当我越来越喜欢用思维导图的时候 就想要去深入的了解思维导图的原理 思维导图的由来 以及思维导图创始人的故事 那么在这种探求思维导图的奥妙冲击下 我找到了思维导图系列书 那今天我要讲解的思维导图系列书的第一本书 名字叫大脑使用说明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思维导图创始人东尼伯赞 在很小的时候 东尼伯赞就非常喜欢读书 学习记笔记 但是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思维变得一团糟 于是就开始讨厌学习 讨厌记笔记 甚至笔记记得越多 自己就记不住 但是有一天偶然间 在关键的这个词语和观点下面 画上红线的时候 东尼伯赞忽然间就觉得自己的记忆力 奇迹般的提升了 到了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东尼伯赞就开始寻找一种思维工具 一种能够给我们思维自由 能够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 去自由思考的工具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去学习一切 他能够学习的学科 尤其是心理学 因为他发现心理学中有两件和大脑学习 很相关的事 联想和想象 同时他也研究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 和记笔记的方法 发现他们都会使用图形 代码连线等 终于不断的研究之下 他的第一幅思维导图诞生了 并且英国广播公司专门邀请东尼伯赞 制作了一个关于思维导图的半小时的视频 思维导图就这样奇迹般的 改变了他的生活 好 听完了关于东尼伯赞和思维导图的神奇故事 是不是马上你也想了解思维导图到底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书中的内容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讲解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 带你认识有趣的思维导图 第二个方面 如何绘制一幅思维导图 第三个方面 如何将思维导图融入到你的生活 好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但你认识有趣的思维导图 相信对于经常听书的各位书友来说 对思维导图并不陌生 那看了这么多的思维导图 你真的了解思维导图吗 思维导图其实 它是一种终极的组织性思维工具 是一种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记笔记的方法 是能够用文字将你的想法给画出来的一种方法 对 你没有听错 是画出来 想想可以将自己的思维以图像的形式展现出来 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 思维导图也是一种相当于城市地图的记忆路线图 你的思维导图的中心就像是这个城市的中心 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 就代表你思维过程中的主要想法 二级街道就代表着你的下一级的想法 对于所有的思维导图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就是会使用到颜色 会有从中心发散出来的自然结构 会使用线条 会使用符号 词汇 还有图像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将那些枯燥的乏味的信息 转化成彩色的 容易记忆的 有组织性的图 然后就达到了快速记忆了 好 那听到这儿 你是不是想蠢蠢欲动的 绘制一幅思维导图了呢 其实很简单的 所需要的工具也很简单 第一是一张空白的纸 第二是彩色水笔和铅笔 第三就是你的大脑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你的想象 好 那一股脑的说了这么多 关于思维导图的奥秘 你是不是觉得虽然说很神奇 但还是不知道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用处呢 这个就得先大概的 说出一小部分了 思维导图可以帮助你 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 可以帮你节省时间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可以帮你集中注意力 可以对你的思想进行梳理 并使它逐渐清晰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忆 更高效的 更快速的学习 可以让你以良好的成绩通过考试 那作为学生 脑听到这儿是不是有点心动呢 因为它可以帮你把学习变得小菜一碟 还可以帮你制定计划 与别人沟通 好 那说了这么多思维导图的好处 现在呢 也请大家跟着我的口令来 好了 那知道了这么多的思维导图的好处 现在让我们闭眼默想一下 我们的大脑 还有其中的知识 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图书馆 它在那等待着你 将数据 信息以录像带 电影胶片 光盘等一系列的形式 放到其中 而你把自己想象成 这个图书馆的首席管理员 你是希望多一些馆藏呢 还是少一些呢 当然是多一些对吧 那馆藏越来越多 该怎么办呢 乱了秩序怎么办呢 找不到想要的东西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会觉得很烦躁呢 是不是就会希望 有一个很棒的检索系统 还有存取系统 帮助我们更好 更快 更准确的找到想要的书呢 好 那现在睁开眼睛 停止默想 那想一想 我们的大脑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希望多装点 又希望有秩序呢 而思维导图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 出色的检索系统 和存取系统呢 成功帮助你更好的达到 完美的记忆呢 好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个内容就说完了 我来总结一下啊 思维导图 是一种能够将你的文字 你的想法 画出来的一种具体的 创作性的 组织性的思维工具 会使用到颜色 会有从中心发散出来的自然结构 会使用线条 会使用符号 词汇和图像等 来帮助你梳理大脑内的知识 并且达到完美记忆 思维导图可以帮助你 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 可以帮你节省时间 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可以帮你集中注意力 可以对你的思想进行梳理 并且使它们逐渐的清晰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忆 更高效的 更快速的学习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开始讲的是 第二个部分内容 如何绘制一幅思维导图 在学习一绘制思维导图之前 你要先知道 一幅思维导图是如何工作的 其实它和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 是一样的 就是想象和联想 是不是不敢相信 就这样四个字囊括了 我这么厉害的大脑啊 你还别不信啊 其实事实就是这样 那就让我们继续来做个小游戏 闭上你的双眼 持续30秒 想象一个你最熟悉的水果 这个时候啊 你的大脑里是不是开始浮现出 大量的水果了 香蕉 苹果 梨 还是波罗啊 那接下来我要问你了 刚才听到水果两个字 你是多久想到水果这些图像的呢 是不是立刻呢 因为你的大脑啊 其实会自动绘制思维导图 它完成了比你想的还要多的工作 你的大脑里啊 就有一个顶级的超级计算机 我们的大脑是运用图像 和网络般的联想工作的 思维导图是这样工作的 大脑和思维导图的工作机制 就是一样的 那到底怎么绘制思维导图呢 在这呢 我给大家介绍七个步骤 第一步 从一张白纸的中心开始绘制 周围流出空白 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从中心开始啊 可以使你的思维 向各个方向自由发散 能够更加自由 更自然的表达你自己 第二步 用一幅图像或者图画 表达你的中心思想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一幅图画呢 可以抵得上一千个词汇 能够帮助你运用想象力 当图像越有趣的时候 就越能使你精神贯注 也就能够让你的大脑兴奋起来 第三步 在绘制的过程中使用颜色 那为什么要使用颜色呢 因为颜色啊 和图像一样 会让你的大脑啊 兴奋起来 颜色能够给你的思维导图 增添跳跃感和生命力 为你的创造性思维 增添巨大的能量 第四步 将中心图像和主要分支连接起来 然后把主要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然后再把三级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那以此类推 因为大脑会通过联想来思维的 如果你把分支连接起来 你就会更容易的理解和记住很多东西 把主要的分支连接起来 创建了你的思维的基本结构 咱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和什么很像呢 这个呀 其实和自然界的大树很像 树干主要呢 是从主干走出 然后向四面八方发散 假想一下 如果树的分支和分支的末梢之间 有断裂的话 那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呢 那么思维导图如果没有连线的话 也是会崩溃的 第五步 让你的思维导图的分支自然弯曲 而不是像一条直线 大脑啊 会对直线感到很厌烦 但是曲线和分支就不一样了 它们就像是树的枝丫一样 更加能够吸引你的眼球 第六步 在每条线上使用一个关键词 单个的词汇使用思维导图 更具有力量和灵活性 每个词汇和图形都像是一个母体 繁殖出与它自己相关的 互相联系的一系列子弹 当你使用单个关键词的时候 每个词都会变得更加的自由 因此也更有助于新想法的产生 但是短语和句子 却很容易扼杀这种火花 标明关键词的思维导图 就像有灵活关节的手 斜满短语或者句子的思维导图 就像这个手被固定在僵硬的木板上一样 那么你肯定是不希望自己的手 被固定在木板上吧 毕竟你的手那么美 第七步就是自始至终使用图形 因为每个图形就像中心图形一样 相当于一千个词汇 所以假如你的思维导图 仅仅是个图形 那么就相当于记录了一万个字的笔记 是不是想想自己能够记住这么多字 就很刺激呢 好 说到这儿 第二个内容的部分也说完了 那我来小结一下 思维导图的工作机理 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一致的 所以不要觉得绘制思维导图很困难 绘制思维导图一共有七个步骤 第一步 从一张白纸的中心开始绘制 周围流出空白 第二步 用一幅图像或者图画表达你的中心思想 第三步 在绘制的过程当中使用颜色 第四步 将中心图像和主要分支连接起来 然后把主要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再把三级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以此类推 第五步 让你的思维导图的分支自然弯曲 而不是像一条直线 第六步 在每条线上使用一个关键词 第七步 自始至终使用图形 那按照思维导图的七个绘制步骤 我们就能够通过自己的手和大脑 绘制一幅完美的思维导图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 我们学东西是为了什么呢 学高效的工具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然是能够造福自己的生活 顺便造福别人的生活 那怎么去更好的造福呢 当然是活学活用 学以致用了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告诉你如何将思维导图 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那我先讲讲几个 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思维导图 并且重要的领域 第一 沟通与演讲 是不是每次一想到演讲 首先就会冒汗瑟瑟发抖呢 比见到那些蛇呀老鼠啊 疾病还有恐惧呢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当我们在讲话或者演讲的时候啊 就会将我们的精神 还有身体全部暴露在观众的面前 当我们觉得 所有的错误都没有地方隐藏的时候 就会产生恐惧 遇到这种要去演讲的情况 那你会怎么做呢 是不是一般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撰写你的演讲稿呢 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很浪费时间的 也并不能获得你想要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思维导图 将你的演讲题目简单的写到纸张的中央 并且以此为中心呈放射状标出你想要列出的关键图形和文字 用数字标出来 你要演讲的各个分支的次序 突出你的主要论点和各分支之间的主要联系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半个小时的演讲 只需要一张思维导图就可以解决了 而这样演讲的思维导图啊 给了你最根本的自由 并且能够让你在场上保持本色的自由 想想自己在场上信心满满的样子 是不是没有那么害怕了呢 第二 家庭事务计划 你是不是会有那种经常忘记东西 知道自己一天很多事情要做 但还是会忘记事情 会把事情处理得很糟糕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很苦恼呢 那么每天你可以绘制一幅思维导图 绘制出你今天需要完成的事情 每周你也可以和家人一起绘制一幅思维导图 并且把它给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比如冰箱上 这样一张思维导图 就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处理家庭琐事 帮助你处理家庭关系 第三 说服别人与谈判 学会去说服别人 似乎成了我们的一种生存技能 无论是你要决定到什么地方去度假呀 买件衣服讨价还假的时候啊 尝试卖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啊 应聘某个工作 这都得应用到自己的说服能力 要想着如何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如何在谈判中处于上风 这都是需要做充分的准备的 这个时候 你可以选择利用思维导图 画出你的整个处境 用主要分支 代表你在这种情形下 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思考要提出的论点 用关键词和图形 把它们记录下来 比如说你想涨工资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将你的所有应该获得加薪的原因给写下来 然后为了去达到涨工资这个目标 考虑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争取啊 快速达到目标 同时为了达到目标 也可以咨询别人的观点 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全面 第四 开始一项新的商务风险投资 思维导图啊 是一个可以让你看到全景图的一个工具 那么当你要开始一项新的商务风险投资的时候 那这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比如说你想要开始做生意 你可能就需要考虑考虑了 你的营业地点在哪呢 你是可以选择在家工作呢 还是在营业场所呢 你的人员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你的资金状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你是否有一大笔启动资金呢 是不是需要去借钱呢 那么当你以思维导图的方式 将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啊 给标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使你在问题出现之前 就发现它们 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 避免出现的问题 使用手边的思维导图 你能够让你的风险投资 从领先到成功 第五 将一本书变成一张保纸 思维导图啊 能够让你在学习之前 抓住主题 相当于你的一个得力助手 首先啊 应该浏览全书 查看主要的结构和章节标题 这些啊 将会成为思维导图的主要分支 它们从中心图形发散出来 比如说你要开始写小说 可以通过思维导图 将确定的要素啊 给绘制出来 那对于小说的主要元素啊 分别是情节 人物 背景 语言 想象 主题 象征 哲学 类型 当你用思维导图会逐渐的清晰 人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生活中啊 很多方面都可以运用到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还有你想不到的好处 它能够发掘出你的惊人的创造力 思维导图也是发掘你无穷创造潜能的最好的方法 在你平时生活当中啊 记笔记的方式是不是都是线性记笔记法呢 单调的文字 单调的颜色 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就是令人厌烦 甚至是讨厌做笔记 那这就回到了东尼伯瓒中学时期的状态了 而对于那些伟大的天才 那他们是怎么记笔记的呢 爱因斯坦说 想象比知识重要 达芬奇说 用图像和联想能够释放大脑无穷的潜能 所以达芬奇在生理学 解剖学 建筑学 绘画 天文学 工程学 烹饪等领域 都有所涉猎 并且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当你逐渐的意识到思维导图的非凡能力的时候 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你掌握你的未来 在这张理想未来的思维导图当中 你可以绘制你在所有年龄段所梦想做的一切事情 包括你的旅行 学习新的语言 学习一门乐器 绘画 写作 学习新舞蹈 探索新的专业领域 开始新的体育运动等等 拿出一张纸 放飞你的思想 写下所有的你想完成的事情 即使是你以前不敢想的事 把它给贴在显眼的位置 以此来激励和引导 你将要创造成真实的未来 好了 那说到这儿呢 第三个内容我也说完了 那我来总结一下 思维导图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 当你的家庭事务变得繁琐 你可以用它来理清一家人需要做什么 分工事什么 当你想要上台演讲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它明确自己的论点 分论点 帮助你在演讲的过程中 随时回忆起自己的关键论点 并且达到自由演讲状态 当你要去和别人谈判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它坚定自己的目标 分析自己的优势 劣势 更好的和说服对象交谈 生活各种场景 当你感到思绪理不清楚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纸和笔 绘制一张思维导图 好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也差不多了 下面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内容 思维导图是一项非常实用的工具 也是非常容易掌握的思维工具 在我们的生活各种场景 你都可以拿起纸和笔 绘制属于你的思维导图 大脑使用说明书就是一本 教我们如何去绘制好的思维导图的书 作者以他多年的经验 结合生活中的各种案例 从思维导图概述 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如何在生活中使用思维导图 向我们展示了思维导图的有趣和实用性 今天呢 我们学习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 什么是思维导图 它是一种终极的组织性思维工具 是一种创造性的和有效的记笔记的方法 是能够用文字将你的想法画出来的一种方法 绘制思维导图需要用到的工具 一呢 是一张空白的纸 二是彩色水笔和铅笔 三是你的大脑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想象 第二个内容就是 绘制思维导图的步骤 绘制思维导图分为七个步骤 分别是 从一张白纸的中心开始绘制 周围流出空白 用一幅图像或者图画 表达你的中心思想 在绘制的过程中 使用颜色 将中心图像和主要分支连接起来 然后把主要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再把三级分支和二级分支连接起来 以此类推 让你的思维导图的分支自然弯曲 而不是像一条直线 在每条线上使用一个关键词 自始至终使用图形 第三个内容 如何在生活中运用思维导图呢 本书从沟通演讲 处理家庭事务 说服判断等方面 详细介绍了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当你的家庭事务变得繁琐 你可以使用它 理清一家人需要做什么 分工是什么 当你想要上台演讲的时候 你也可以使用它 明确自己的论点 分论点 帮助你在演讲的过程中 随时回忆起自己的关键论点 并且达到自由演讲状态 当你需要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它 坚定自己的目标 分析自己的优势 劣势 更好地和说服对象交谈 生活各种场景 当你感到思绪理不清的时候 都可以拿出纸和笔 绘制一张思维导图 好 那光是知晓一项工具 是完全不够的 你还需要不断地去实践 只有不断地实践 我们的大脑创造力 也能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思维导图 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 充实和成功 好 那听完了这本书 你是否掌握好绘制技巧 要真正的着手绘制衣服 属于自己的思维导图了呢 那听完了这本书以后 我们就开始行动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